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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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朋友 大家晚安 歡迎準時收看 還是來這個盤後解盤的節目 今天台北股市漲了87點 慢慢的已經回到13000點 在你不知不覺中 它已經慢慢的回到哪裡 回到這個我把它放大一下 回到月限的位置 回到月限的位置 第一次我們第一個目標在這裡 我們這一次的目標在這裡 我們這一次的目標是 13394到13702 這個目標 第一個目標在這裡 它慢慢的起來了 那今天的4000 今天也一樣 它今天來到月限的位置 也來到月限的 它今天比較強一點 我們看一下今天大盤 漲了87點 OTC漲了1%多 類股的走勢上來講 運輸類股 看起來真的很難做 這有的時候真的滿難的 那3037的星星又盤在這裡 3189的景碩也盤在這裡 公布財報都不錯 不錯 財報都很亮麗的都不錯 是這樣 那這樣的一個結構的一個部分是這樣 那現在因為1500多億的量 哇一堆漲停了 有沒有看到 哇一堆漲停 每一個人都好羨慕 我很羨慕啊 我來看一看 中式漲停 青銳漲停 那來到這裡的時候呢 就要搬運 就要調整股票了 搬運的調整股票 你說先止跌的股票 他捍住 捍衛住那個整個大盤 2330的台積電 捍衛住整個大盤 2454的聯花科 捍衛住整個大盤 捍衛住完了以後呢 再來就個股表現 那個股表現 現在大家就比較好大 比較好大去做 像2603的這個部分 我們看一下 你看他就在這裡 2609 這有時候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沒有量 沒有量又回到哪裡 回到比較活潑的小型股上面 活潑的小型股上面 大盤就導致電 導致電 電到哪裡 電到未來就是這裡 未來就是這個缺口 第一次到這個缺口 有些股票是該賣的 我說大盤 不是個股 你說個股怎麼會準 個股炸的過 對不對 不是 是大盤 大盤來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來到尤其是來到13700 13700這附近 13700就有的架子起來 起來一千一百點了 一千一百點了 因為13 136 我那時候是12682吧 12629嘛 就在這裡 那個股強弱就不太一樣 這就是未來在操作上非常難的地方 非常難的地方 對不對 我們在這裡給大家最早講過的族群是什麼 最早講的族群是 最早講的是充電樁 叫做劍基 對不對 劍基那個時候是365 3046 劍基是365 在哪裡 在前面 在這裡 365在這裡 然後拉起來回來回來 我們認為說回到季線的位置他沒有 那這上來你看他今天又震盪 最高還來到漲停 所以那個難度啊 難度再增加 就是一個建基 充電樁 充電樁 還有一個62 6250的兩維 他還破低 但是3046 是往上創高下來 那再來的是什麼 再來是儲能 現在講的是儲能 高利跟新勝利 對不對 高利8996 在這裡 這是長線多頭的股票 什麼叫長線多頭的股票 高點一直突破 低點一直上移 他的低點有沒有破這個低點 有沒有 這個地方 這個低點 我們看一下這個低點 94 然後看一下這個低點 101 是不是 低點一直上移 然後高點一直突破 那現在關鍵的是 這裡再上來14 143 能不能突破 關鍵就在這裡 關鍵就在這裡 好 那我講說高利呢 因為本益比高 那股價也高嘛 所以我們就選了4931 你記不記得我演講會 第一檔股票叫4931 他創高了 投信買超了 他創高了 他創高了 為什麼 活潑 哇 每天活潑 很活潑 那滾量 滾量活潑 就這樣的概念 這是在儲能的股票 儲能股票 新勝利在這裡 看一下 照一下這個 其實沒有長多少 397嘛 現在491而已 也就10塊錢而已 10塊錢就20% 就在這裡 我記得是這一天的 對吧 這樣上去有下來 上去有下來 上去有下來 就過高拉回 這沒有過高 拉回這過高 會不會拉回 會 還是先拉上去再拉回 這個關鍵的部分是這樣 好 這是在儲能的股票 儲能的股票 對不對 儲能的股票 OK 再來我們講的是什麼 Type-C Type-C講的是這一個 從通家開始 3588的通家 是這樣 他已經一根兩根 差不多 這個壓在這個地方是季線 壓在這個地方是季線 已經差不多是 兩根半停板 那另外一個我給大家看 叫6104的創委 6104的創委 那天爆出大量 857 最大量的位置 37000多張 我們看一下3588 3588 3588爆量的是這一天 爆量的是這一天 爆量的是這一天 但是6104的創委 爆量的是在第一天 第一天完了第二天 第二天來到哪裡 第二天來到這什麼線 月線 來到月線的反壓 來到月線的反壓 然後拉回 拉回的時候有沒有去守這裡 779 來到哪裡 795 795 OK 今天小量過 857 今天小量過 857 小量 小量 為什麼小量 因為你看到這是37000 那這個量只有16900 所以這個族群 這個族群是起筋還是起筋 這個族群你照一下這個 這個Type-C起筋還是起筋 起筋的 起筋的 這叫超前部署 對不對 對不對 就跟建基那時候 我告訴你自己說 充電裝趕快 超前部署 這一個是Type-C OK 好 那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講了這一些 那也把儲能跟你講過 儲能講過的是4931 就上來了嘛 對不對 那你就focus在這個股票上面 OK 再來有個族群是什麼 再來有個族群是這個 元宇宙的族群 昨天是不是講了 這個 這個浴金光 那浴金光的這個部分呢 是元宇宙 那元宇宙呢 我們看一下一個 雜誌上是這樣寫的 雜誌上這樣寫的 他說 未來的成長度呢 複合成長度39.8% 就是未來每一年的複合成長度 39.8% 要怕土人喔 三億39.8% 所以大家往那個角度去切 那切 那切 其實在這個 電池切最早的是 3406的浴金光 那3406的浴金光 基本的架構上來講 是這樣 3504的這個陽明光 還有3059的華晶科 這個都是相關有這個 AR VR的這個 這個鏡頭的 3406 在這裡 然後 我們看3406 對 然後一個是 3504 這樣嘛 陽明光 那另外一個是 我們看到的這個 這個關鍵 3059 等一下 牛皮在這裡 但是他一根紅 吃掉一根 兩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六根 七根 吃掉七根 K線要注意喔 好 那這裡還有一檔股票 我們講到所謂的鏡頭之外 還有一檔股票是 眼球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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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做4915 4915今天是跌的 還在跌 最近他在這個地方 大量 不知道他是不是換手 未來是不是換手很簡單 有沒有帶量中長紅 帶量中長紅 把這越過 越過這一點 越過五六四 當他越過五六四 帶量越過五六四 就代表底部成績 這樣了解 好不好 這個我就比較簡單的 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五六四 這個地方是五六四 我來看一看 五十六塊四 OK 好吧 那這個部分就突破帶量上去 那我等一下 還有兩分鐘 好 我就下來跟大家講 把它放上去 好 那就現在輪動的節奏 那我們看一下自身 自身我的看法是這樣 昨天外資也有賣 投信也賣 對不對 投信大概剩下一萬三千多張 那外資剩下二十九萬多張 外資還有六十四趴 六十五趴左右 外資在自身有六十五趴 然後投信只有2.7趴 2.7趴 那所以你看一下自身昨天 外資連賣兩天 一個是三千二 一個是兩千八 那這個投信賣了兩千 那賣了兩千 今天開盤的時候 其實五十四塊就開低一毛錢而已 並沒有很差 那但是股價殺 你們 我記得我好像有廣播的時候送你們 這一檔股票對不對 那我今天要說要給你的買點在哪裡 你們參考 我今天給你的那個點 就是在這個的上一檔 這個上一檔 你知道吧 收盤就收在這個地方 我為什麼叫你追 有些股票不是要追的 我們就到達要買 我們不要打錢 今天你要買你就去買 你看這樣 黃金交叉36趴 黃金交叉27趴 黃金交叉42趴 那這裡還沒有 他也就是說 他已經背離了這個點 這個點指標已經 比第三還要低 比第二還要低 比第一還要低 所以就像論線來講 他的指標其實是背離的 不是這樣嗎 OK好 那就這樣等待 他帶量的長紅 那帶量的長紅 我已經把目標設下來 這第一個是五四一 他要往下 小設小設 小跌破 小跌破 盤下來是13個禮拜 那這個禮拜 剛好是13個禮拜 所以你很簡單 這禮拜的低點 其實你如果好打 跟八五的時候 那低點就當作停損點 都沒有關係 對吧 然後我們來看一看 他的外資持股成本63塊 那昨天又賣了兩千多張 就12.5萬張是63塊 這樣的概念 這樣概念 他是一個多頭的型態 他是一個空頭的型態 愛分的請測 他最主要的是 Addis的系統 接近特斯拉 柏林跟上海廠 然後Apple的眼球追蹤系統 發射端獨家供應商是誰 是 43 好不好 那這個位置 你自己想想這個位置 你要幹嘛 你在這個位置要幹嘛 這個位置 是要賣還是要買呢 這樣 上 上 這個就是 你的機會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非凡新聞通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晚間八點到十點 股市現場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鎖定非凡 我們令一阻台灣 放眼世界 每個數字的跳動 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資決定 與非凡商業台 並肩作戰 才能看得更遠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非凡商業台 不相 不堡商業台 抱財今宜 躬就早 走 更元 涼心 submit 各位好朋友 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阿翔的盤後傾盤的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 我們除了延續之前的 這個創高了 我還跟你說了 不會意義了 創高了 這個是我們演講會 演講會 這上個禮拜演講 不是上個禮拜 上個月演講會 第一檔股票叫4931 對吧 然後押回來的時候 今天最弱勢的最弱勢最弱勢的6472 他一直跌跌到哪裡 跌到這個半年線 跌到半年線的今天保瑞 漲停 今天早上開盤的時候還在平盤 有沒有 他不跳高開 還在平盤這樣上去 下來這樣上去 對吧 他就往上 他把底部往上 他突破了月線 突破了月線 碰到了季線 你說雄不雄 當大盤從362 一路跌到250的時候 你可能嚇得要死 你可能等一下臭臭 但是股價這樣起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面對 你這個心理的艱難 形態上當然跌破 誰都知道 但是跌會跌到哪裡 這才是重點 OK啦 那我們來看6446 6446是這樣 慢慢起來了 要開法術會 法術會不只台灣 還要到這個新加坡去開 是不是這樣 那你看 這外資不斷的買超 投信小小買 外資一路的買超 最近今年的外資可是賣1.3兆 1.3兆 所以要發藥是這樣 然後4743 慢慢來起來 6472 對吧 6472 這個是外資有賣才會慢慢起來 你看 這保瑞 那再來的部分就是大家要關心的6617 6617壓回來到這裡 很簡單 當他跌了這麼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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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中間的位置是不太容易越過去 對不對 中間的位置在哪裡 中間的位置 我那個圖來圖一下 中間的位置在這裡 中間的位置是359.5 那他這一次來到多少 來到354.5吧 對吧 所以來到這裡這個企業就有反壓 那這個為什麼 為什麼反壓 因為這一根的關係 如果你把這一根拿掉 這一根拿掉 這一根拿掉 都沒有反壓 那但是對整個行情來 對一些個股這是不是好事 好事再寫一下籌碼 今年大家先本 你看他連線的位置在哪裡 我來看一看6617 連線的位置在306 306 那你很簡單現在操作是這樣 他每一次都這樣 我給大家看 他不是沒有跌過哪有 那跌下來以後也會再上去 跌下來以後再上去 很重要的一個就是動能 動能 OK 好不好 那這個就是動能 這個就是動能 來到這裡跌這麼亂 當然會在這個中線 中線359.5 3005這裡 350這裡 上應該是這樣 350 360 那就350 350上去就360 下來是340 大概的部分在這裡 游來游去 游來游去 游到大家成本都一樣 差差了 你怎麼不長 買上去 那就上去 這樣了解 這個就是從結構上我來講的 那另外一個 從所謂的這個適應症的部分 他有什麼大腸癌色 黑色色瘤 頭肩頸癌 然後乳癌 肝癌還有胸腔肌液 像這一次胸腔肌液的 這個熱膜肌液的部分 誰 遷來的恩治療 隆重 這個注意 好 那這個部分我又講說 他就在這裡盤整 這個基本變好的 動了 另外一個1795 基本面好 這也會動 這基本面好也會動 那1760 他也在進逼前面的缺口區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稍微休息 那我們還有什麼股票 是抄跌的 每一個人都講 往上衝了4931 這可是我們在演講會給你過高了 對不對 那現在很多人講6279 他是不是也跟得上 然後5441 因為get 5441 沒錯嘛 4551 是我錯了 你看在這裡 他都有回下來 對啊 這外資啊 這投信啊 那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看6617 他雖然在這個地方震盪 但是他想有特別的買盤 並不弱 所以這盤撐一下 有人問我說 這價差差11塊 是什麼 我告訴你一堆0的散單在這裡 你只要勇敢的掛了10張 20張掛進去 所有散單都丟了 都丟給你了 就這樣 OK 好 那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比較低階的股票 我昨天有講說 6104已經衝上去了 已經衝上去 明天認為他會 他會繼續往上漲 但是我在這裡跟大家講的 另外一個是4915 就在這裡嘛 那你認為說 這個都是沒有支撐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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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點是多少 513 這個點是多少 515 這個點是多少 516 也就是說他基本的架構來講 這個位置就必須捍衛住 所以來到多少 來到這個地方529 那529不是到了這個位置嗎 所以差不多啊 差不多啊 差不多啊 開始大賣超 投信賣賣賣賣賣賣賣 你差的賣得這麼多 投信其實沒有多少張 但是外資的 外資持股持有 這一檔股票持有 64.6% 外資持有60幾% 29萬張啦 將近30萬張 將近30萬張 你說我搬石頭 紮自己的錢給他紮下去 看會不會痛 老位老弟都有啊 怎麼會不會痛 所以關鍵的部分是在這裡 跌下來 跌下來是給大家機會 對不對 我今天呢 你們來問 我給大家的價位是什麼 整肅 整肅啦 整肅 就是 這個減兩毛 那所有個股的操作的部分 已經事先要把它規劃好 沒有會亂 你 我喝一下水 今天可能很多人都在講 8358吧 8358的金居 昨天漲停 今天也漲停 對不對 我就說 這是 這是一個 一個常態性的循環 你看他起來 那這什麼 投信買的 第一天 就有人追進去了 就是 就是 投信買第一天 第一天 就有人開始追了 對吧 那你看現在的股價是這樣 最高還來到漲停 所以 重點的是 雙夠還買不到 選股跟買賣點 就像4966的普瑞一樣 在這裡 我把它放大一下 當你從575這樣一路拉起來 在這裡做震盪的時候 那你會怎麼想 這三角壓縮的結果 如果就線路線來講 三角壓縮跳下來 本來就應該先賣 但是他又沒有破前面的低點 所以這就叫做 技術面的矛盾 好不好 那不管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都是認為 現在有的時候 有急跌分批去買 6279的 胡連 這個是賺多少錢 我們看一看 賺3塊1毛2 然後這一個 這個3552 3552 同志是賺3塊2毛9 那我們看一下同志 是 是這樣 然後這一個 6279 是這樣 他其實也都有拉回一段 誰說沒有拉回一段 就是拉回一段 那拉回一段的過程裡面 現在進入 進入非常重要的輪動節奏 同樣是電動車的相關 那你為什麼不去 我那時候講 你為什麼不買4915 因為 因為外資大賣 頭新賣 外資賣頭新賣 難不夠 最會被捧 你有沒有便利或可以減 你每次都要去追 我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給你知道 8916 8916 當頭新在這裡開始買的時候 你又買 那你又把它追進去 你現在不是剛剛解套 對不對 你還這個還能解套 你的股票根本就一搭溜溜去 一搭溜溜去 他根本不讓你解 然後嗚嗚這樣上去 對吧 重點 好 那我就把那個小資深又講一下 你看 這樣 這樣 這就是你的機會 這是你買進的絕佳機會 每一次他已經創高 他是純多頭的股票 他沒有破前面的每一個低點 而是創了歷史的新高 所以這再起來 這個整個波段再起來 就會過這一個 你知道嗎 這一個高點不會是高點 我如果這樣跟你講 你相信嗎 好吧 那今天就很簡單的跟大家講 那小信子又617年 等著等著 隨時都有一根帶量的中長紅 帶量中長紅要多少張 1500張 OK好 那加一下互動群組 我們現在已經 從周年慶謝謝大家 之後 現在就改採換股戰鬥班 再見了 拜拜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或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請供參考 投資人以獨立判斷 前線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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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